你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在2022年开启了梁帆播客秀这档节目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行各业有意思的嘉宾们的真知灼见 希望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为你的人生或者事业带来启发 这期视频,玉泉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新兴的学习概念 那就是社群化学习 而为什么说社群化学习才是面向未来的钥匙呢? 这期视频,资深科技投资人王玉泉老师将会为你一一解密 同时王老师还和我分享了他当时是如何和牛人社交的一个经验 偷偷告诉你,我学会了之后,感觉如有神助 希望看完这期视频也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社群化学习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兴趣啊,兴趣培养它有一个基础 小朋友在一起,每个小朋友都挑食 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吃的就多 为什么呢,才互相比喻 兴趣也是这样 有兴趣的人互相是激发的 这件事其实在历史上早就层出不穷了 对吧,就是人聚到一起 尤其是有兴趣的人聚到一起 这种互相激发的作用是巨大的 而且呢,是能够形成一种相互加速 所以你一定要让,首先要挑选 都是大家有兴趣的人 那因为你这个社群就是这样 我没兴趣,我不会在那炮着嘛 炮社群肯定都有兴趣 然后呢,又有共同的爱好 然后一起交流,这时候学的格外快 对,所以社群化学习一定是未来 因为尤其是一些新兴领域的时候 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 你很多的这个写代码的东西 老师都不会,对吧,交不了 那相当于说写作似的 写作怎么交 老师叫你怎么写文章 写乱成八股文了,对不对 但是一帮文学爱好者 他互相激励了,对吧 所以就那个社群里不需要老师 谁牛谁就带别人,就完了 对吧,今天你是老师 明天我是老师 我有这感悟,我就是老师 你有那感悟,那你就是老师 对吧,所以就社群化 大家是平等的 平等特别重要 我自己的体会,我原来投天使投资 投一堆企业 当时我们投的是一堆 就是科技企业了 都是一帮好学校的硕士生 博士生,对吧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经验丰富 我做那么多年企业了 我教你企业应该管你怎么做 经营怎么做 战略怎么规划 我做咨询出来的 你又给大企业花钱 请我给他做战略的 对吧,我觉得我可有价值了 后来发现人家跟听都听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人家你是投资人 你又岁数比我大 你又给我钱 对吧 然后我尊重你经验 我仰视你 一仰视学不进去了 对吧 一仰视他是学不进去了 学不进去了 你以为仰视他尊重 尊重你他不学习 我跟你说 实话 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 我有一次 我跟一个朋友 我们投的企业CEO 讲说你这个业务有问题 应该这么调整 战略有问题 应该这么调整 听完了 谢谢 走了 第二天回来特兴奋找我 玉权 我昨天跟 因为我投了一堆公司 另一公司CEO聊天来着 我们聊得特别透彻 我发现了 我们的战略应该这么调整 我说 这不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吗 他说 你昨天就跟我说的这个吗 你没有意思吗 他自己互相交流的时候 他有了感触 他就特别理解深刻 你给他灌输的该怎么样 他没感触 那没有用 那不是他的 相当于说 为什么MBA是交不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你交那东西没有用 但是很多EMBA学的时候 为什么特有感触 因为我本来有很多实践经验 然后我那一句话点醒了 我当年就是这个问题 我一下特别有感受 就是我用我的实践 去印证你的理论 我就越学越有味 所以很多EMBA学习的时候 比MBA兴奋得多 MBA全是理论知识 我从来没有实践 你讲的东西都对 但是我也没理解 对吧 他不是个感性的东西 特别没意义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你这是 真的是 我之前完全就是没有意识到 咱这样 我不能仰视你 我不能仰视你 我不能仰视我身边那些 我身边全比我大的那些 我不能仰视他们 这个我学到了 这个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仰视没有意义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